歡迎收聽快樂的播放 來到來開閣 我是拜祢的主持人比利潘建智醫師 力大於弊 可歌可泣 今天我們邀請的是這個 歌人委團隊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潘醫師還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歌人委計劃發言人台北林先生 是齁 林先生 請問一下你是外科醫師嗎 不是啦 不是你要割藍尾 割盲腸 在這邊是因為網友的苦手 因為我們把那個爛調委員 就是寫成那個寫英尾藍尾 所以說嘛 這時候我們在一路上推動罷免的路上 他就是人都是民族的外科醫師 希望讓台灣的毒瘤被割掉 民族的外科醫師 對啊 我是精神科醫師 但是齁 這個藍尾的藝術就是我們台語講的莫棟 那莫棟齁 它在人體裡面齁 它是在我們的棟子的末端齁 有一個 算是一個尾巴齁 其實齁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路由 但是如果派棟要掉下去 如果發炎齁 就要開刀了 對啊 不開刀的話齁 這個茫長眼會死掉的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說齁 要罷免 要罷免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的行動 就是格蘭尾 就是這樣 因為藍營立委 藍色議委 剛才跟國民黨的藍尾 是一樣的藝術 所以我們之所以叫做格蘭尾 是因為我們在去年4月8號的時候 我們就這種上限那個藍尾排行榜 然後就讓民眾來投票 覺得說心中的爛立委是誰 然後只是這時候也不知道是說 幸運的還是很不幸運的 就是國民黨的立委就懶瓜了前10名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就針對了前3名的立法委員 分別是第3名的吳俞森 第2名的林洪池 和第1名的蔡正元委員進行動態 蔡正元 蔡正元齁 蔡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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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容易通過兩階段的連署門檻 對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們平常一個晚上 之前在 在收罷免提示書 連署書的時候 一個晚上 甚至在那種刮風下雨的時候 一個晚上可能只收到18份左右的 罷免連署書 七篷苦雨 在街頭收集簽名 對啊 然後 不過最後在 最後在這段時間 最後是有在法 法律規定的期間之內 收到6萬多份的連署書 這實在是真不簡單 台灣民主的奇蹟啦 可以這麼說 所以說我們好不容易把蔡正元 記職務 終於要送到第三階段的罷免了 對 什麼時候 目前最關鍵就是在2月10日 然後會即將進行罷免投票 嗯 而且這一天之所以 那個可以說是很珍貴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台灣在罷免投票 大家幾乎是沒什麼遇過的 就是因為 從來沒投過啊 對啊 因為台灣的罷免權實際上在70年前 就已經進入了憲法 嗯 然後可到40年前的時候 才進入到選罷法 是 那另外一方面又有 罷免第一階段 然後移住到第三階段的 衝衝門卡的關卡 這都導致說 雖然台灣有罷免權的存在 可是真正到了罷免投票 在兩個禮拜之後的 禮拜六 也就2月14號 這可是歷史上 台灣歷史上是第二次 第二次 啊以前也有幾次 在以前有一次是 剛好是在20年前的時候 當時是由政黨的力量來發動 然後來針對當時要 那個 要 那個要蓋合適的立法委員 然後來進行那個 對 就是來進行罷免 但不過這邊也是 比較關鍵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時他們在進行 推動罷免的時候 可以同時 當時立法委員 就把罷免門檻調高 像現在罷免第三階段 會限制說 欸居然要有50%的投票率 這時候才可以承案 這代表說 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假設有49%的 都站出來說 贊成罷免財政員 是 也就是說今天有40萬的港戶 人家要罷免 罷免掉財政員 但還是罷免不掉 欸 你說20年前 那一次的罷免有通過嗎 那一次是在政黨的推動之下 所以罷免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連署是有通過 可是到罷免 到第三階段 到第三階段 其實這時候 大家出來投票的時候 光是那個 50%的門檻 就直接讓當時的罷免案 就無法撐案 那一次投票率大概多少 那一次投票率很冷欸 好像大概才 30%到28%左右而已 這麼低喔 對 因為這邊的話 就是 這要怎麼形容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平常 平常是那種像 91選舉 假設 像129的選舉 才剛離去不遠嘛 那時候吵得那麼熱鬧 就是 每天都會看到相關的新聞 可是台北市長的 選舉的投票率也在68%而已 台北市長68% 新北市好像才61%耶 對啊 更低 真的 然後那我今天如果是只有單一一個區域 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一個區域 在進行投票的時候 其實依據過去的經驗 就像說 立委那個補選之後 假設只有一兩個區域在補選的話 其實投票率大概只有三成到四成 所以這個50%的門檻要通過很困難嗎 這是很困難 所以自然而然其實對於蔡委員來說 她最大的戰略 實際上她現在就躲在這個體制的保護傘之下 然後這也是過去 過去委員 就是委員們幾乎都可以老生在在 就是 可能今天我們過了第一階段的時候 她可以回應我們說 恭喜啊 然後過了第二階段的時候 她還是沒有很害怕之類的 原因就是因為光是 50%的這道門檻 其實就是 真的是一道 一道天險一個高三 就讓他們公民的門進去 因為50%是包含 同意罷免跟反對罷免都可以投嘛 兩個要加起來要超過50%都很困難 對沒錯 要先超過50%的門檻 然後再看說同意罷免的多 還是反對罷免的多 對沒錯 其實像在後面的部分 同意的罷免多 還是反對罷免多 其實這本來就很合理 因為這是民意來決定嘛 但可是平常像在選舉的時候 例如說像立委補選好了 這其實也沒有在管投票率多少啊 今天就是 多數大於少數啊 就是簡單 就是一般的多數決定就決定 我們要把他們選出來 來選這個禮物的時候 欸 你如果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張 只要票高的還是可以當選啊 對對對 就算的時候沒有門檻啊 結果罷免的時候卻有門檻 所以這個法律就是 本身設計就是很奇怪很不合理嘛 實在很多啊 像罷免第三階段是有這個50%的限制 而罷免第二階段是有說30天連輸7天前 就在這樣的一層一又一層保護之下 所以導致說 就算我們覺得台灣的立法院 可能現在表現不太好 我們覺得某些立法院表現很差 可是過去一路到現在 罷免全路線到現在70年的期間 沒有任何一位代理師被罷免掉 比方說核四這種東西 國民黨大部分的委員還是贊成 新建核四預算來 莫名其妙預算來幾百億 還是追加 沒在怕嘛 對啊 因為只要當他選上之後 之後變成黨的意志比較重要 是 因為之後黨可以給他支援 決定下一屆要不要聽他 之後他變成只聽黨而已 而對於民意來說的話 民意可能相對比較不重不重 原因是因為民意沒有辦法對他進行反撲 所以現在制度 現在台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缺陷 是是是 那尤其像蔡委員他就是 他似乎在很很之前的時候就有 表態有想過說 欸就是沒有打算要連任下一屆的立法委員 那這樣的話就更沒有壓力啦 反正他表上好暗話也 也已經不是就是 他也不用在乎說港府的居民下一屆 到底會不會投他 所以像他在 他在 他在 去年的時候 當任聯盛委員候選人的總幹事的時候 總幹事 雖然他是出生於港府區的立法委員 可是嘛 他卻堅持說 欸要把賓館那個 簽到南港去 在這邊其實我就 我就不相信說 他有在南港那邊辦過公寧會 因為今天在南港那邊 很多居民都是 不知道這件事情 或是說今天我們在那邊 可能我們在進行連署擺攤的時候 我們是很大量的接觸 第一線接觸到民眾 民眾都來抗議了 對這件事非常反感啦 他想說 他今天 自己旋轉的立法委員 之後沒有為我們來做保障 然後反正是打算要把賓館 牽到我家旁邊來 其實我 那當中我也想過 創建委 你到底是在想什麼 其實我們也是很難動 真的有在想什麼 為什麼 因為 那個地方 我知道就是說 以前 有一個所謂的 山豬窟的垃圾場 當然也是因為說 他是南港 這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所以幾十年前 老實說 山豬窟當作垃圾也埋場 那附近的居民 就曾經有過很長一波的抗議了 好不容易說 山豬窟垃圾填下去 上面 披障一層標圖 很綠綠的 變成公園 大家不用再忍受 那個垃圾車跑來跑去 不用垃圾垃圾的味道 這個生活好像 附近的居民恢復正常 結果你 居然居然 居然突然想到 說要 為那個便宜館 刷去的 我是覺得說 在地居民又傻眼了 全台北市 什麼地方你要刷都沒關係 也不是說沒關係 要刷什麼地方 大家都會跳起來 但是你不能跑到山豬窟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 流過一次眼淚 他們已經痛苦過一次了 你不可以再這樣子的 再糟蹋人一半 對啊 不可以這樣 別的地方你就想辦法 你這個地方 你只能說 因為這個地方 特殊的地理環境 也許比較偏僻 你不能永遠都好像在 凱那邊 當地居民的 有都在欺負他們 對 而且你說的 他們也沒有辦什麼公廳會 對啊 還是說了解他們的生活 對啊 更難以想像的是說 你是內湖南港區 算起來 唯一的一位立委 立委 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他沒有為港國的民眾 來謀取利益 然後來為他們著想 對啊 對啊 在這邊也說得很坦白 在那段時間 因為當蔡委員他就宣布說 要把殯儀館 遷到南港區的時候 哇 我們連署書 收到罷免連署書的數量 快速的增加 哈哈哈哈 這邊我們都可以看到 是民意上面的反覆 民意上面對 不是人的 蘭迪法委員感到憤怒 對啊 而且我想 因為這場選舉 我也是柯文哲的發言人 我也在電視面上 就 跟 蔡委員 有很多 有關於選舉上的辯論 有 包括說什麼 MZ149 還是他們攻擊柯文哲 柯文哲 在做什麼 人體 藥物實驗 什麼 把器官拿去販賣 喔 我常常在電視裡面 跟他講到 我也想要抓狂 你知道嗎 人家一個醫生叫那麼多人 嗯 結果你現在找一些 找空找房間 都沒什麼事 然後利用整個大眾媒體這樣子講 他們還有強勢的媒體 他們 媒體置入性行銷都很多 對 然後那個喔你看那個蔡正元 真的很厲害 他甚至可以滲透到我們的競選陣營 把我們的那個市政顧問名單拿出來 把柯P的行程拿出來 就放他們他的臉書 欸我也看有人選機這樣打的 其實這 可以這樣打嗎 真的還蠻佩服大家 或是反過來說 其實我還真的不了解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實在是很神奇的人 很神奇的人 記者物 您真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結果來看的話 鄉民們都稱呼他是自己人 因為就是 他實在有太多讓人無法理解的行為 然後最後讓大家 不敢把票投給他 或是他相關的那個證 你知道他當時有多趣嗎 他一直喔 臉書面對於柯P的行程公佈啊 不好意思 欸他拿到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好厲害喔 結果呢後來我想說 哇 先被他破梗了 那怎麼辦 我們這行程還要不要跑 柯P想一想 啊也不行啊 那個什麼要去哪裡里長 要去哪裡會攤 要去哪裡什麼 開記者會 啊都說好啊 對啊 結果我們居然照著 對方總幹事公佈的行程 喔這真實在很丟臉 哇這集也蠻有趣啊 對啊沒辦法啊 對方的總幹事就像你們的總幹事 對啊 奇怪啊 我的總幹事是姚立民姚老師 不是蔡正元利 怎麼我的行程都跟他在公布 對啊 但是這種 你知道以前有發生過水門案件 嗯齁 林克森在競選的時候 派那個 在人家競選總部放竊聽器 對 去偷人家的情資 結果後來 林克森雖然選贏了 做總統啊 因為這種醜聞而下台 欸你做這是真沒道德的事情 對不對 對啊 我們當然知道你們是執政黨嘛 你有國安體系 你有檢調啊 你要減天啊 你要更切天氣 我們哪有你的法度 可是你不能把這個東西 拿來好像炫耀你很厲害一樣 對啊 然後大大大的貼在臉書上面 是啊 對啊 無法想像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真的啊 那後來甚至喔 他公布的那個 問了市政顧問的名單啊 我們真的被他傷害很大 你知道那裡面包括什麼 劉恩兄委員 林懷民耶 還有前國安局長丁渝舟耶 這個都是大人物 對 啊北果被你這樣一公布出來 哇 全部都破梗 對啊 這時候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因此不願意 當然不願意啊 就我們的整合的機會 就全部被他破壞 對 然後也造成了這些當事人非常大的困擾 嗯 那個丁渝舟後來 齁 還想說要不去告蔡正元 嗯 這種 我感覺一對說 當然選舉個位起組啦 齁 跟著你選舉看他算 這種後面選戰的方法 也要有一個下限 對 你不能沒有底線啊 對啊 你為了選贏你什麼方法都可以用 嗯 結果這個整個人是我們的國會議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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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他這種表現 不過他到現在為止 他的論期還是有一年的 還有一年 對 啊對 就去告兩千控制人一月嘛 對啊 然後現在 現在各藍為計畫一路就衝到現在 好 因為當時 其實他早在去年就聲明原播了啦 所以說在去年4月8號 各藍為排行榜上線的時候 就真的是短短的 一兩個禮拜之內 他就遙遙領先的 在排行榜的第一名 是 無人可以超越的那種 所以 所以這說起來齁 我知道了 就是你們這個公民團 在剛開始的時候 是說 所有的立委 我們都來看看是不是 什麼人有需要做不好的把握 對對對 可是後來發現都是國民黨立委 應該說就是國民黨委員們 委員比較多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有男委 票數都在前面 都在前面齁 有沒有想要罷免的立委啊 實際上 我看前十名還真的沒有 沒有綠色的影響 對啊 其實民進黨的委員還是好一點 對啊 然後最後也是因為 因為畢竟我們是國民團體嘛 然後我們大家一般都是上班族 所以我們最後就依據我們的 人力物力 不過實際上也是很大的挑戰啊 因為我們當時的話就一口氣 直接針對三位立法委員 就針對當時排行榜前三名的欄尾 然後進行行動 所以這三位就是 路火如荼的 蔡正元嘛齁 還有 林洪池 對就是前大長編林洪池 那還有馬易立委 吳宇聖 那林洪池的罷免現在進行到哪裡 林洪池的部分其實是相當可惜的 首先第一個是就是 一路這樣子慢慢慢慢的跑過來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林洪池委員是很聰明很低調的 今天當他到了欄尾排行榜第二名 而且並且我們在去年5月5號 宣布動到之後 之後他就很低調 幾乎都沒什麼講話 那黨編有繼續做嗎 後來黨編也吃掉了這樣子 其實在這邊的話我們相信說 這對國會生態也是一個好的影響 因為這樣就代表說 讓民眾看到說 就讓委員們看到說 假設你今天當黨編單不是不可以 可是如果你這個黨編就是 完全和民眾站在對立面 然後只用黨的力量 然後來一個委員然後號令 其他所有的公議黨 其他六七十位七八十位立法委員的話 那這種民意是會對你進行那個考驗的這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林洪池現在嚇到了 還嚇到了 對啊 這段時候的話就是那個 我們一樣是 罷免的第一階段 兩趴的門檻有過 有過 然後我們是在 我還記得是在 去年10月6號的時候送檢 對 然後後來接下來的時候 後來經過的那個 中選會的審查之後 我們大約是在 11月27號那天的時候 嗯 對 11月 沒有沒有 我們是在11月27號的時候 那天領件 也就是說我們從 11月28到 12月27號那一段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只能進行連署 那 這邊又回到說 其實罷免第二階段 就罷免的制度 其實是很保障委員的 因為在這邊民眾便只有 30天的時間 可以來連署這些罷免連署書 而且並且 今天在選舉的時候 都是有政府 就是如果確定要選舉的話 都是會由政府來通知大家 嗯 來 投票啊 或各種各樣相關的行為 可是今天罷免的話 卻不是 確實要有民間的人 民間團體 自己去想辦法 對 自己去想辦法 而且並且只有30天的時間 很短 然後所有需要的錢 需要的預算 也都需要自己來抽搓 哦 那 雖然說只有30天的時間 可是我們在 林洪池那一區 我們最後也還是募集到了 將近 就是 就是 假設門檻是一百 一百好了 我們也大概募集到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嗯 但是後來第二件都沒有過 對 在這邊是真的很 很一樣很可惜 因為 其實像美國好了 美國每週的罷免規定都不一樣 是 可是他們的一般 連署期間都 九十天到一百八十天 那像我們的鄰近國家 像日本好了 就是他們連署期間更是無限 嗯 台灣就在這個30天的保護繩之下 是 我們台灣 我們就是各樣團隊的 我們的夥伴 我們都想說 其實真的不用太多時間 我們 我們也不需要到國外 那麼好的九十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只要有四十五天 可能就夠了 我們就有機會 我們就有把握 不只讓林洪池 也讓吳俞昇 吳俞昇也是 吳俞昇到後來 是在 那三十天內 我們大概充了百分之八十七%左右 真的也都只差一點點了 也是很困難 吳俞昇 最主要就是有三十天的限制 吳俞昇 你們的行動也凸顯出 我們的選舉罷免法 有關於罷免的規定 是非常的不合理 吳俞昇 吳俞昇 這個法一定要給他修 吳俞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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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哥老晚團隊的林先生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下一段 綠豆來開講